平等要怎么实现呢 针对这样的议题 明显左派跟保守派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 保守派认为你需要通过努力 虽然人生有困难有坎坷 但是你要努力 你要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改变这一切 那么左派却认为自己没有错啊 错的是这个社会 是社会要改变 是你们这群人要改变 因为你伤害了我的感觉 于是到了今天 荒谬的事情就越来越多 现在政治正确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以至于华盛顿州的立法机构 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 这项法案和禁止大麻有关 但是并不是禁止吸食大麻 而是禁止在州的官方法律文件中 使用大麻Marijuana这个词 因为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词带有歧视的意味 所以这个法律现在已经通过了 在华盛顿州的官方法律文件里面 Marijuana这个词已经全部被cannabis替代了 那么提出要修改这个词的 华盛顿州民主党议员 Melanie Morgan就上电视给我们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Marijuana这个词是歧视 The term marijuana itself is pejorative and racist Even though it seems simple because it's just one word but the reality is we are healing the wrongs that were committed against black and brown people around cannabis Harry Ainslinger who said that and I quote Marijuana is the most violence causing drug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at most marijuana users are Negroes Hispanics, Carribeaners and entertainers Ok 有这些族裔的人抽大麻抽的比较多 这根本就事实啊 但是这并不代表有人歧视他们呢 你爱抽你就去抽啊 如果你要是携带过量或者非法买卖 被警察抓到了 那就是要依法判刑啊 如果你不想被判刑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离大麻远一点不就好了吗 或许你会问说 怎么有人这么无聊啊 难道美国现在一下就回到了什么大清朝的文字域年间吗 还是说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呢 居然会有人对某些词定罪 难道我们的官员真的这么无聊 浪费时间浪费纳税人的钱 来做这么没有意义的事情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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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问 因为他们不接受质疑 我让你改你改就得了嘛 问什么问呢 都已经有人受伤了耶 因为你们这些人使用marijuana这个词 已经有人受伤了耶 哦对了 左派强调的是感觉嘛 他们不在乎事实大 所以他们会被一个词伤害 那就赶快叫一个救护车 来抢救一下内心脆弱的左派好不好 那不想被这个词伤害的话 你就把你的关注点 放在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那这样呢 华盛顿州的人 也就不需要用浇上去的税金 来养这些无脑的政府官员了